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节目呢就要介绍一间麻辣火锅店 据说可是使用全世界最辣最辣的鬼胶而制作出来的哦 到底它有多辣 马上就跟着我来挑战看看吧 整桌新鲜又丰富的海陆食材 再搭配上鲜红滚烫的麻辣汤汁 各位爱吃辣的人一定马上就知道 这就是在台湾广受欢迎的麻辣火锅啦 没错 今天节目的美食单元呢 就特别带着观众朋友来到了台北市的东区巷内 一间麻辣火锅餐厅 可别以为这里只是普通的麻辣火锅店呢 这里的老板朱大哥呢 经营餐饮业已经有八年多的经验了 在数年前他特别远赴大陆四川 学习到制作当地的麻辣火锅汤底 然后再不断地加以研究改良 研发出适合台湾人的麻辣口味 而据说这里更是特别使用了印度的鬼胶来制作汤底哦 朱大哥请问一下您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说要用鬼胶来制我们的麻辣火锅啊 其实也没有啦 就是说满足不同的客人的需求啦 因为之前就是有帮客人加到已经是最大的 他还觉得不够辣 所以我们才会引进这个印度的鬼胶 然后来满足客人的需求 因为它跟一般的机心胶来比的话 它是只有五万度的那个辣度 然后鬼胶的话可以达到一百二十万左右的辣度这样子 它绝对可以满足一般客人的需求这样子 因为像我知道啊 很多人爱吃麻辣火锅 可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 诶 店家的大辣已经不能满足它了 所以朱大哥是不是才特别去研究说用鬼胶来制作我们的汤底 除了有鬼胶当作秘密武器 而这里的汤底还有什么样子美味的秘诀呢 一般我会先熬那个原汁 可能有些店家它是没有的 那会做这个会比较比较贵 然后这些汤底里面我会再加了二十几种的中药材 那有花椒炒果之类的东西 对 然后每天汤都是现煮的这样子 然后卖完就没有了 那保持东西比较新鲜啊 不管是汤或食材都会比较新鲜 比较好吃 对 那朱大哥像我们的麻辣火锅啊 你有没有特别特别推荐我去搭配什么样子的肉类来涮来食用啊 其实我本店的话是比较推荐的就是那个双酱 双酱牛牛肉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安格斯黑牛 哇 它好大一片哦 我是希望客人可以吃到它的口感 所以我会稍微把它切得比较大一点 那它跟一般外面比起来是它的分量比较大 对 然后稍微可以吃得出来它的口感这样 嗯 朱大哥 它这个安格斯黑牛还蛮有嚼劲的对不对 而且它的 感觉它的油花分布得很均匀 就是你一吃进去你就可以感觉到它那个咬劲的存在 除了有顶级的安格斯牛肉 这里选用的海鲜也是分量十足 居然还有15公分长的大草虾 让客人可以尽情享用 是不是超级划算呢 另外由于朱老板对食材的品质与新鲜度都要求十分严格 因此这里所有的肉类与海鲜都是客人现点之后 厨房才现切现送以维持最佳的品质 而不只在食材方面下足苦心 就连甜点水果都是一份一份的包好 做到干净卫生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一项特别的东西哦 其实因为来这边吃我们麻辣锅的客人 那常常找不到的东西可以解辣 对 那其实我们推出这个神皮球 它是可以消毒又可以有解辣的功能 那其实还蛮受客人欢迎的 有这么多丰富且物超所值的选择 那么这里的客人们又会特别推荐什么呢 其实我以前吃过很多家麻辣锅 我觉得这家食材真的非常的丰富 很多种牛肉青菜还有各式各样的丸子 而且有15公分这么长的白虾和草虾耶 比较喜欢他们的就是牛肉里面的安格斯牛肉 就是口感很好吃很嫩 看完今天的介绍 观众朋友您是不是口水也不知不觉的分泌旺盛 等不及要来挑战这里的麻辣火锅了呢 下次有机会来到冬去的话 爱吃辣的您也不妨来到这儿 品尝一下独特汤底的麻辣火锅 相信一定会让您感到物超所值的哦